哈囉 運動筆記跑友大家好 我是Jacky 歡迎來到運動筆記的跑鞋研究室 我們很開心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WAVE RIDER 28代 我們的美金龍國民跑鞋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我們常常在棒球場上 以及鐵人三項的賽事上 常常遇見的一號人物 他就是阿努 我們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努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邀請阿努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WAVE RIDER 28它自己穿上的一個腳桿 然後從鞋面阿 中底阿 以及大底它整雙鞋子跑鞋的腳桿 然後來跟我們各位跑友來做分享 你在田徑界這麼久了 你對於鞋款的選擇上 你自己有沒有哪一些喜好呢 因為加上現在工作關係 其實我對於平常的鞋款 我還是偏好運動休閒 然後好穿搭 但其實針對跑步 我覺得自己在平常做訓練鞋 或是做賽事的賽事專門鞋 都還是有做不同的收藏 但我真的還是喜歡平常休閒 穿出去以舒適感為重的跑鞋 然後像我剛剛提到穿搭性高的跑鞋 對 所以這次看到這鞋子帥 你穿過上一代 那你覺得27跟28它之間的腳感是如何 因為我去年那時候拿到RIDER 27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其實一段時間 沒有特別再去體驗美金龍的鞋子 對 所以那時候拿到的時候有一種 你看我們高中都穿美金龍對不對 對 那種懷舊情感先跑上來 實際穿起來舒適感 其實還是非常高 像這次它的那個Energy總體 其實在整個它的感覺是非常舒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分段來告訴大家 我們這次RIDER 28 它各項更新的位置 我曾經有一個田徑國手夢 想像著自己是台灣代表隊出國區比賽 那曾經也參加過國手選拔 那沒有選上 但是我們今天很開心 可以看到美金龍推出了我們的國手配色 那阿努你覺得這個顏色如何 光是這個全白就超級好看 然後看到鞋底 哇 真的是滿滿的 紅白藍 不能當國手 也能穿這雙過過癮啊 而且因為上面有寫到這個TPE嘛 對 不用當跑鞋 然後平常休閒穿 也都可以出門 穿搭都是非常合適的 你穿出去可能搭捷運或是坐公車 人家看到你TPE就以為你是國手 好 那它還有一個隱藏的設計 就是我們看到它的鞋墊 沒錯 我這邊寫的是台灣 我這邊寫的是TPE 我自己個人也非常喜歡它的鞋面配色 它是用白金的方式來做穿搭襯托 展現了滿滿的發亮感 而且我們這次中頂做了大大的升級 是採用我們美金農 ANERY家族系列最新開發的ANERY LAT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跑跑試試看 Hi Arno 你剛剛跑起來覺得怎樣 說實在話 我覺得有比上一代 還要再靈活 還要再輕一點 是嗎 輕一點 沒錯 因為它這次的鞋面呢 跟上一代相比呢 是的確的減輕了很多的重量 我們要知道說跑鞋減輕一公克 就是很難的技術問題 你知道嗎 它這次減輕了幾公克 幾公克 它減輕了十公克 十公克 所以 我沒有騙多 對 非常多 這十公克呢 其實是很有感的 我們這次的RIDE 28呢 它整個鞋面呢 它是採用無縫 輕質 透氣 會呼吸的空氣提花網布 跟上一代來比的話 差異非常大 所以剛剛你跑起來第一個感受 就會覺得它除了舒適之外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輕 而且因為我自己也有穿過RIDE 27跟RIDE 28 它的鞋舌的貼附感 其實我覺得也是比較舒服 讓跑者的腳去能夠更融入 然後另外是它的腳跟這邊 也特別稍微提高一點點 所以其實穿搭很方便 沒錯 後跟呢 這裡呢 是一個喇叭狀 那其實就方便於我們穿脫使用 同時呢 它整圈呢 都有做泡棉的蹭墊 所以能夠舒適我們的腳踝 整雙鞋呢 除了剛剛說的舒適透氣之外 其實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現在這種悶濕熱的夏天啊 最適合穿RIDE 28到戶外跑步 我自己算是足弓比較低的 只要穿個五公里 就覺得我的腳內側有點開始摩擦的感覺 但其實剛剛在穿這雙是非常舒服的 我剛剛在介紹之前 我有去摸了一下 它的鞋底的泡棉 你剛剛這樣輕輕壓 其實它就有往內凹的這個趨勢 它在整個後面中底這個泡棉 其實光是用手 它攤超快 就非常明顯 它主要是用三明治的一個夾乘的科技做法 我們先看看它中間這裡有薄薄的一片 這一片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WAVE波浪片 再加上呢 上面的這一個我們的ANELY的科技 再加上我們下方後跟的這一段呢 ANELY NETS的最新開發的泡棉 整個結合起來呢 帶動我們在跑步過程中的緩衝 WAVE的波浪片 功能就是主要以緩衝為主 兩個ANELY的泡棉呢 其實就是都在做回饋的部分 後跟這裡為什麼要再多做呢 其實攝影的是更軟的 更適合我們的後跟落地的跑者來使用 RIDER 28為什麼要這樣做設計 其實主要就是它想要衝 不管你是後跟落地的跑者 或是中前竹落地的跑者 都能夠來使用它 所以它才會被稱為什麼呢 我們的國民跑鞋 我們為什麼RIDER 28它是全民跑鞋呢 其實主要就是它的足跟兼差的設計是12mm 那我們的後跟是38.5mm 前掌是26.5mm 不管是跑快或是跑慢的跑者呢 都很適合穿著RIDER 28 在場上奔馳 尤其我們今年又是國民配色 所以你絕對會是場上的目光焦點 很適合就是入門的跑者啊 或是像我這種比較壯碩的跑者 沒錯 其實呢穿上我們的RIDER 28都非常合適 這也是為什麼呢 它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美金龍的常售鞋款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大底的科技 我剛剛在跑這邊柏油路 我覺得在整個前腳掌它的感覺是蠻紮實的 而且其實它的整個抓地力的感覺 對我來講算是蠻亮眼的 然後我印象啊 我在之前穿RIDER 27 它整個鞋底也算是很耐磨 沒錯 所以我其實也很好奇 因為它這次設計嘛 它整個大底非常多的顆粒 沒錯 它的特色還有哪些呢 很清楚看到我們從後跟 排列到我們的前掌 它就是我們美金龍很常使用的一個科技用料 叫TENSE 本身就具備耐磨耐用的特性 而且能夠保有我們整雙鞋款的使用壽命 所以這樣的用料 其實已經透過美金龍已經好多年的實驗 大部分很多人都想要把它穿壞 都穿不太壞的一個科技 它這樣的才力的做法 其實就是很適合應用在我們的潮濕的地形 或者是乾燥的地形 它都有很好的抓地感 所以不管你是在雨天去跑步 或是現在沒有下雨的狀態去跑步 其實它都能夠很好來做應用 所以在穿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它的抓地其實非常的好 而且路感也非常好 偏想像就是你穿這麼帥的鞋子 平常晨跑啊或去參加賽事 你看 戴著TPE跑回終點 這真的非常有榮耀感耶 對不對 另外好不好 購買的時候 登登 全新的鞋盒 以及看一下 哇 這是我們台灣代表隊的國民宿口袋啊 是 超級好看 所以出門戴上去超好看 整個把鞋子放在裡面背著走 真的 目光焦點 好 我們今天WITH RIDE 28代 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非常感謝曾經的田徑好友 阿努今天來蒞臨評測的介紹 謝謝 記得繼續收看我們運動筆記的 跑鞋研究室 下次見 掰掰